胸闷喘不过气 这是内科病对不对 你们能理解可能心脏有问题 去检查可能就从心脏检查起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套 你们这样检查 即使检查出来又怎么样 对心肌缺血 它检查出来 就是哪里有问题 就是哪里出问题 西方医学就是 所以它一定从心脏检查去 它不会说 你这里胸闷痛是由胃肠来的 是由肾脏来 它不会 所以它一定检查心脏 那又检查到什么 影子去了 这样懂我意思吗 那在我就很直接的 这绝对是经伤 因为所有的胸闷痛 我都处理背后的经 我揉开了每个都有效 那到底是内脏出问题 还是经伤呢 你们告诉我 我如果揉了经 它好了 我也没有处理它的心脏 它心脏还是照原来的问题在啊 如果它溃疡了 比如说胃溃疡 它破皮了 它还是破皮啊 我其实把它胃揉好了 大家这样能理解吗 它心肌缺氧 我揉完它还是心肌缺氧啊 懂我意思吗 这些症状还是在啊 如果这样 那我如果万一把它的病也处理好了 那表示它的症 这些心肌缺氧 心肺缺氧的 跟这个 它的症状就不能划上等号了哦 我已经制造出这样的空间出来了 那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人力 所以不足以推翻医学的理论 但是我从病人的身上找到了这样 才让我震撼 那也就是它只要不是24小时一直闷痛的 我这一套下手就会改善 我把握到这样 也就是没有一个会例外的 这样懂我意思吗 那表示我做到没有例外 那表示我是十足把握哦 我的理论就没有问题哦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给大家看 这一套是做出来 绝对不是讲出来 我就是很长时间都是气短 就是主要深吸一下气 好像才能舒服一点 然后但是这个气到这儿 好像就下不去 反正就老二好像堵着 是 现在还是堵的嘛 对 一直都是这样 一直都这样 24小时堵着嘛 晚上没有感觉 但是早晨起来的时候 刚才您说那个大型按摩 我早晨这个手全是肿 就胀了 是 那这个是不是24小时 不是 所以不是24小时就可以怎么样 自愈的 全愈的 只是找不对方法 这样多久了 从很小就这样 然后说我低血压 然后我妈带我去按摩 就说我这个什么脊椎错位 反正试过很多方法 脊椎错位也是影子 我说脊椎造出来 对不对 现在来看我就强调一个筋 我揉的也是筋大家也看到了 那下面要不要找 不用 不用你如果以这一套 只要处理它这里 那下面显然不用找 那我做给大家看 我们从开始 上面开始一路坐下来 这个疼吗 还好 还好 这里疼吗 这里开始疼了 这里疼吗 疼 好 我另外一边看 这里更疼 这里从上面就开始疼 这里也疼对不对 对不对 左侧从第一点就开始疼了 所以很显然 这个疼点还蛮长的 我们这一路坐下来 这里呢 我现在是坐左侧 你们看看它 这里也疼 这里 这里更疼 这里呢 也疼 你看它说这里更疼 这里刚好对什么 心脏 就是它说心肌切痒 那还是筋 这里更疼 对不对 大家有注意 这里更疼 这里呢 还好 疼 还是疼 这里呢 这里也疼 这里呢 也是 这里呢 这里疼 这里就到胃了 你是不是胃也有问题 你看 所以就加码了 这时候患者 有时候他告诉你这里 但是你揉到这里还疼 你就很可以 因为这一套本身是一个治疗加诊断学 那时候赵医师来找我的时候 他看到这一个 他回去他就很感动 他说那这一套你怎么要说疗法来贬义自己呢 这一套明明就是医学最高的诊断学 诊断学 也就是按到哪里 哪里有问题 你可以直接跟他讲 很快就比把脉还准 所以你到这里就是胃区嘛 那很显然你就可以说他胃 要不然这里还管你腰 不是胃有问题就是腰 很快就可以诊断出来 这骗不了人的 所以他很显然他连胃都有出问题了 这里也痛对不对 这里已经胃了 这里呢 这里还疼啊 这里呢 好一点 这里就好一点 这里这一段是胃 这样懂了吗 所以从左侧第一点 他一会痛到这里 你看有谁能够知道 他的苦 好我们这里又来看看 这里疼吗 这里好一点 这里有一点点 这里呢 这里疼 这里也是什么 心脏 越到心脏 特别疼 他讲的 那这里呢 这里也是心脏区 也疼对不对 这里呢 这里也疼 这里疼 是 好 好 那这里疼吗 也疼 他这里有扣子 这个一定要拉开 这里呢 也疼吗 这里是胃 所以 这里特别疼 这里特别疼 这里是胃 对不对 有没有注意 这一块是不是对过来就胃 所以他胃出了问题吧 好 好 我顺便把胃解决 好 这里呢 好 这里也疼 好 到这里呢 好一点 到这里就好一点了 他都到胃区 两条都一样 从心脏 这一条是从这里痛到这里 那这一条是从这里痛到这里 那左边比右边更严重 那这个 这个我说过 如果痛点越长 表示这个病怎么样 不是时间越久 时间越久不一定病越重 病越重 痛点越多 表示病越重 所以他 我相信他整个时间 常常被他的这里胸闷 他说气跑不下来 他胃肠也有问题 所困扰着 而这个是长时间的困扰 也就是一天可能 时间还蛮长的 是不是 也就是他常常在不舒服状况中 度过 那这一段怎么会让他 这么长的时间都一直存在 怎么会让他快乐起来呢 所以心灵 如果没有从身下手 心灵很难得到快乐的 因为他好像被绑住 像孙悟空带个金箍咒 每天被念 念得头都脏了 一样的道理 好那我们开始来做 因为现在已经诊断 也就帮他按摩过一次 那这个要按摩几次 像他这么严重 来回两三次 如果有时间 你们这是自己的亲人 你们就可以轻轻的帮他按 多按几回 也许半个小时 让他很舒服 然后症状又可以减轻 那我们今天上课 所以我下手会稍重一点 你们就不用以我这样的力道 对付自己的家人 好我开始做给大家看 左侧就是从这里 我知道你左边是低一点就开始疼了 其实做这样的患者最好是把这里拨开 因为今天教学我也没有这样严格要求 因为这个有扣子硬硬的 我做不下去 那硬揉我手会受伤 他到心脏会特别疼 他这里会特别疼 所以我力道都减轻了 我没什么用力 我怕他受不了 好 那这一条我再帮他揉一次 这里很疼 我知道 我这里再帮你加强一下 我这样已经做过两次 我说来回三次嘛 我先帮他舒缓一下 因为他刚刚真的很痛 即使我很轻 他已经很痛 那一般这么严重 他一定是在深层 那依我们的手法教课 我就会教大家 这个一定要由轻而重 也就是慢慢先把表层痛点揉开 让他能够接受力量 你再慢慢揉深 那他连深层的症状都可以改善 所以我现在已经慢慢在 等一下如果我再帮他舒缓 他能够承受更大力 我再慢慢揉进去 如果不行 我就以表层的力量 先帮他舒缓 让他的症状解除一下 老师请教您一个问题 我们在给他按摩的时候 按摩的人对他的那个改变 有没有感受 他的感 我按的对他 我有没有感受是吗 他的筋什么时候比较僵硬 哦 是 然后呢 扭挖了以后 他的变化是什么 我没有感受 好 我没有感受 所以外面推拿 很强调说 那个感受 我觉得这个会诱导 诱导大家 因为一般初学的 只要你按到我正确位置 不用特别去感受他 但要找出正确位置 你不要想这个筋紧或松啊 因为你一直在想这些问题 反而想不出答案 有些人松松的 但很痛 因此也会出现痛点 所以不用去感受他 以问患者最准 我最后再一次帮他揉完就结束了 因为他真的是整身都奔紧 好 这样可以吗 现在比刚刚好一些了 对不对 比较能接受力量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讲的 我现在这个力量 他已经没有那么痛了 而且能接受了 我刚刚他这样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就是 我说为什么要时间久 慢慢游浅入深 这可以做到 所以这个如果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如果今天不是教学 我可以揉得更好 就是多一直把它揉深进去 让他的症状完全的缓解 这是可以的 可以做到的 我处理过癌症急救 有的时候快死掉 也是这样揉 有时候像老患者 那有时候要揉一个多小时 就是他一碰 他就很痛 我就慢慢帮他揉进去 就要采取这样 因为他会受不了 这里很痛 所以深层的话 你稍微用力 他还是会受不了 好 那我现在已经做完了 如果你们在家里 你们可以再帮他多揉几次 也就是慢慢再游浅入深 我现在帮他舒缓就好了 你现在是不是有改善了 好多了 好多了 对不对 您起来看看 现在那个感觉 可以下来了 好 不会 谢谢老师 因为我知道 我这个胃是已经很长很长时间 然后吃了很多药 然后都没有用 后来我就不管他了 然后刚才老师一直说 这个 我就是自己已经知道 那个胃好像已经没有办法了 我就不理他了 是 他现在也比较舒服了 对不对 这已经很喘气了 是 好 不会 那这样说来 这里胃的问题 还是经商啊 所以胃会扬会不会痛 这样大家理解了吗 胃会扬会痛吗 会哦 会痛的举手我看一下 胃会扬会痛的 不会痛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 可见大家还是不知道啊 对 依我的观点是不痛 因为我刚刚已经证实给大家看 如果胃溃疡就是胃破皮嘛 发炎了对不对 对 那我揉完之后 我常常做 现在因为你们刚刚也看了 我当我把它揉完了 我试问各位 他的破皮好了吗 没有 没有好他还在溃疡对不对 还在发炎对不对 那发炎会不会痛 不痛 不痛啊 你这样一推 逻辑一推 那就不等于痛啊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胃溃疡 有时候针灸会好 因为 他把金弄松了